這個車牌是假的喔 不是吧 我們竟然直接猜給你看 看後面有沒有雷錶 車牌是誰買的 車牌喔 都是我爸主理的 爸主理的喔 對啊 誰去或是 他正名去啊 一兩 找車牌 對啊 那我後面的車牌是真的還是假的 中央有移動 你都夾路了 等一下 車子我們先幫你開回去拍一張 台中市一名23歲秋幸男子26日圍庭 結果眼尖遠景發現車牌有異狀 秋南拿出行照 證明與車牌是相符的 並稱車輛為母親所持有 遠景經查車輛號碼 確實與車身號碼相符 但該車牌顏色 做工都明顯粗糙 遠景卻認為未造 就連秋南都相當驚訝 這腳車牌啊 車你的嗎 車我媽的名字 警方追查後才發現 是秋南父親上網購買假車牌 秋南父親到案說明 坦誠是因為好奇 才會在臉書向業者購買 專業車牌克制 想要看看差異性 但是向廠商要求使用原車牌號 等於未造自己 警方說 秋南未駕駛人 依未造特種文書送辦 後續由檢方偵辦 在決定是否傳喚購買 未造車牌的秋南父親 另外還在秋南車上搜出 一包第三級讀品卡系統 全案以異味造特種文書 及讀品為駭防治條例等 最嫌韓請台中地方檢查署偵辦 מה名字是否建成 保證通知能 也許留意 保證通知能 水 未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